就是再看一下有關那個回圈敘述 那回圈敘述其實對應到那個症狀考試剛好也是 就是while跟for 那while跟for的話基本上 他這邊有舉了兩個不過我覺得啦 他這個順序應該顛倒會比較好 為什麼因為 for回圈用的機會會比while回圈多 那for回圈的話通常會有一個for什麼什麼in 哪個範圍 那範圍你要知道從哪一個到哪一個 有一個範圍 while的話呢後面就接一個條件 就是你做到什麼狀況發生為止 所以呢前面是範圍後面是條件 什麼條件 所以while後面有點像一幅的邏輯派 一幅邏輯派只做一次 但while呢是做多次 一直做一直做啦 比如說呢一直做直到整除為止 OK那就整除為止 那個for回圈的話就是一個範圍 那不過這個for回圈另外一種寫法叫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in 某個範圍也可以 只是這邊沒有講到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首先的話呢 一樣到雲端裡面請各位開第三單元 第三單元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 請你輸出什麼 幫我 把1到 99的 1到99或1到這個是1到10 的範圍幫我把它輸出 那比如說我第一題好了 假設我今天需要加裝 1到99的話 我要怎麼把它加起來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我們就是 在這邊 我們就開一個 新的按右鍵 也許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module 一樣是先new一個module 那這個module的話呢也許你就是 叫for 比如說叫 for 1到99 可以了好了反正就打一個名稱 那不要template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加 之後 再輸出的話 一般第一個 預設值給它一個sum sum就是加總 的那個 我們累加的一個變數 預設值給它0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for什麼呢 for一個詞 for i i這個變數呢 印哪一個range 哪一個範圍 那你這邊 中瓜糊後面也可以1 豆點2 豆點3 一直豆豆豆 可是你要到99的話 哇你這樣一串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產生一個範圍 它是中間差1的話 你可以不要這樣寫 不用一直在那邊12 然後豆點3 一直到99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如果要產生一個range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range 的方法 小瓜糊之後的話 告訴他說我從1開始 豆點 接下來的話跟他講說哪邊結束 那我到99的話 當然你一般習慣是1到 特地別注意喔 記得就是這個99你要變成加1 也就是說你到哪邊結束 到哪邊結束意思說 到這邊結束但是不執行喔 所以1一直跑 那他這個預設值是 會是1的 Step1喔 然後面的話請你 加一個貿號 跟那個if一樣 if結束了 那就是加一個貿號 表示說我後面去述到這邊為止 Enter之後的話呢 不會你會發現 他會自動幫你 幫你加一個tab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就是把他 累加 那累加的話特別注意喔 我要把他一直加 sum 等於 sum 怎麼 加上i 有沒有 這個就是累加 的敘述 把他原來就0嘛 那i的詞會一直變動 會先丟給他1 丟給他2 丟給他3 那我把他加完之後 丟到sum 意思是說把那個sum裡面的詞 把它0 蓋掉 比如說0加1 那就 再把他丟到什麼 丟到前面sum 丟到前面sum的話 他裡面就變1了 變1了 再來的話 他1加上2 那變3 一直累加累加就對了 那這種寫法特別注意喔 這種寫法是 有點像vba裡面的寫法 如果在python裡面的寫法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另外一種寫法 另外的寫法就是sum 加 等於 i 所以上面的寫法跟下面的寫法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 下面的寫法 比較常見 比較常見喔 所以特別注意到sum 加等於 i 這種寫法 這個寫法java也是這樣寫 不過很多同學 光看到這個頭都暈了 就是為什麼sum 加等於i 加等於i 其實他寫法就跟上面 一模一樣 ok 不過上面的寫法 vbaok 但下面的寫法vba不ok vba不支援下面的寫法 所以如果說假如你實在是不習慣下面的寫法 不如你就記上面也可以啦 反正 我講過啦 程式 只要跑得出來 正確 就ok了 最後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print 所以 打一個print 接著 把sum 幫我輸出 ok 好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他就是預設值等於0 然後呢 我跑個範圍 i的值就會幫我1到99 幫我加加加加加 加完之後的話 幫我輸出 所以呢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他就幫我把1到99 全部 就累加 輸出到 這下方了 495 那當然 這邊的話 假如變化提起還蠻多了 範圍這邊 其實如果說我今天 最好是一個加一個input x 請問 你要輸出到 哪個數字為止 比如1加200 你假設輸入200 他就自動 如果說 要個互動性的話 你如果加個input 讓他這個數字改變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累加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要累加只要單數的 或者雙數的 怎麼辦 累加只要單數或雙數喔 如果 只要單數或雙數的話 那你這邊可以加個if 如果我累加了只要單數的話 那應該怎麼樣 如果i的詞 person多少 Person2好了 如果 等於等於 零的話 那他就 不累加 所以應該是不等於零 假設他 不等於零的話 才去做累加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啊 如果這個地方的敘述的話 那就是 當他這個條件喔 如果是單數的話 才去做累加 反之的話呢 就跳過了 OK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啊 當然如果你要雙數的話 你就是等於 如果等於等於零的話 才累加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當然 可以分 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 1幫我加到99 第二階段就是 判斷說 如果我是要單 或者雙 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三個h 你再加一個input 如果 假如說那個數字 我必定要99啊 我可能要到200 300 400 那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去 再增加一個變數 去變更什麼 range後面那個數字 range 刮弧那個後面的數字 就可以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試著 先學會用 那個 縫迴圈的部分